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尽请关注 人类生活在地球大气层底内,大气层内充满空气,在物体低速移动时影响不大 当物体高速移动时,如高铁300公里每小时,甚至战机突破阴障后,大约1200公里每小时 在这种情况下,空气的阻力会增大到恐怖的程度 这样便催生了一门学科叫做空气动力学 而风动作为空气动力学最常用到的工具,在学术界被誉为飞行器的摇篮 流传着有什么样的风动才能有什么样的飞机的说法,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在飞行器研制过程中需要做试验,直接造个飞机飞两拳试试,太不安全,更烧不起那钱 人们想出用模型来做试验,但模型也不会飞,怎么办 我们以人工的方式产生,并且控制气流,用来模拟飞行器或实体周围气体的流动情况 并可量化气流对实体的作用效果,以及观察物理现象 它是进行空气动力试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风动按气流速度大小来区分,可以分为低速、高速、跨音速、超音速和高超声速风动 按驱动系统来分,一种由可控电机组带动风扇的连续式风动 运转时间长,费用低,多在低速风动中使用 另一类是用小功率的压气机,事先将空气增压储存在储气罐中 实验时快速开启阀门,使高压空气直接进入动体的暂冲式风动 暂冲式风动工作时间短,功率较高,多用于超声速和高超声速风动 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风动是英国人韦纳姆于1871年建成 并测量了物体与空气相对运动时受到的阻力 美国的莱特兄弟在他们成功地进行世界上第一次动力飞行之前 也在1900年建造了一个风动 德国在1907年就成立了哥廷根空气动力试验院 并在此后砸钱修建了一批低速、高速、超高速和特种风动 让德国在世界上率先研制出喷气式飞机、弹道导弹 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 德国设计并开始建造一个试验段直径一米 最高风速达10马赫的连续日高超硬速风动 战争结束后被美国缴获相关技术、仿制并适当修改后 一直到1961年在阿诺德中心建立最高风速达12马赫的高超硬速风动 而美国加州的艾姆斯研究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风动 实验段尺寸达24.4×36.6米 不需要制作等比例模型 足以实验一架完整的真飞机 现代飞行器的设计对风动的依赖性很大 50年代美国B-52轰炸机的研制 进行了约1万小时的风动吹风实验 而80年代第一架航天飞机的研制 甚至进行了约10万小时的风动实验 包括测量在不同姿态、不同速度 不同大气条件下的阻力、生力和压力分布 所以风动实验的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航空航天的水平 更是体现了一个国家国防中制空航天的水平 我国第一架风动是1934年 清华大学次行设计的低速风动 该风动于1936年建成 后来在日本清华战争中风动被毁 此后又在南昌筹建的4.57米低速风动 1937年基本完工 1938年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受损 1949年之后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大学等 都相继建造了低速风动 为了加速发展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 根据力学家钱学森郭永怀的构想 国家于1965年在四川组建了高速空气动力研究机构 随后又相继迅速组建了超高速和低速空气动力研究机构 现如今 该机构装备有亚洲最大风动群 拥有8座世界级风动设备 建成风值运算速度达每秒10万亿次的计算机系统 风动试验、数值计算和模型飞行试验三大手段齐备 能够进行从低速到24倍生素试验 模拟从水下、地面到94公里高空环境 是中国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级空气动力试验中心 其综合试验能力寄身世界先进行列 还有我国装备的GF12附线高超声速击波风动 是国际首座超大型高超声速击波风动 其整体性能更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该风动可附线25至40千米高空 马赫数5至9飞行条件 喷管直径2.5米 实验舱直径3.5米 实验时间超过100毫秒 为我国的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研发提供了必要条件 随着工业空气动力学的发展 风动在交通运输、房屋建筑、风能利用等领域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过去我们没钱没能力 就连好不容易建成的风动也毁于战争 而如今从坚持、东风导弹 到神舟飞船、高铁列车 再到跨海30多公里的杭州湾大桥 都在经过风动的试验后 一步步成为现实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一系列世界上最强大的风动系统的帮助下 中国的空气动力学将问顶人类科技的巅峰 建设保卫好我们的美好家园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